進口的茶越來越多 甚至在裡面有一些標示不實 针對進口茶葉 農委會主委稱擊中要求標清楚 要有產銷履歷 但對於明年萊豬進口 稱擊中依舊堅持標產地就好 進口豬落到台灣的十幾個國家裡面 最後會有萊克多巴胺的 就會是從美國來 他如果擔心有所謂的風險 那農委會這邊鼓勵大家 全部都購買我們的國產豬 國產豬標章12月起在攤商通路張貼 但消費者擔憂 標示產地有造假可能 民眾黨團更質疑萊豬標示 有12項配套沒做好 點出檢驗設備試計在哪 肉品食材攤商有沒有登錄 另外政府還沒到美國茶廠 以及市場稽查人力不足 只剩一個半月就要進口 民眾該怎麼自保 那你應該就是要把 裡面也沒有喊寫清楚 這其實你是做得到的 那你標產地誰知道 它有還是沒有 那還要讓我們自己去判斷嗎 標出是否含萊劑很重要 因為根據政府 以形受體素類殘留的檢驗方式 只適合驗生鮮肉 供完香腸等加工品 驗萊劑含量恐怕會失準 進口的大部分都跑去加工 加工裡面的製程的 這一些的整個縮遠管理 農委會很樂意配合衛服部 這個標示只要做到了 我想食品安全就可以確保 標示一樣是標產地還是標萊劑 標產地 指標產地會不會覺得不太夠 就稍嫌不足啦 堅持標產地 呼籲買國產豬 農委會似呼籲消費者 販售端向兩條平行線 沒有交集與共識 記者謝文翔 必欠函 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